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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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住 你們絕眠不能絕這麼大力 一過了四十歲之後 這裡我全都皺皮了 老公,我肥子了嗎? 你不需要 糟了, 你有什麼拿出來給別人看? 你有嗎?你再這樣浮沉一下 會不會一事無成? 你叫他來吃飯, 給多少錢? 那如果是我, 你會出多少? 吸氣 忍住 每次下班, 我都會想 那些人回家, 我又去你 為什麼有一個牌子可以告訴你 你可以去所有的目的地? 吸氣 忍住 我媽很討厭我 你知不知道她有多討厭我? 可以連自己的女孩子給她的衣包 她也要退回來 吸氣 我想問你後來有什麼明白 阿朱仔的鼻子跟拉鏈大王一模一樣 你夠不夠膽用個鼻子來用? 就是因為很多 爸爸媽媽好像你那樣的心態 在香港小姐初選的時候 就死了那麼多奇珍二獸都跑出來 那是你女兒來的 hypernet 把她押橙影 從公園肉來賣救星 把她想哪些交給我? 大家好 歡迎收看一響世界 我是張凱英 非常有才華的香港導演 彭浩強 本週推出新片香港仔 今天很榮幸我們邀請到兩位嘉賓 來到一響世界 首先介紹我們的好朋友 移民人Gordon 凱英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Gordon 第二位是我們就是上個月才剛剛出書 我們電影美食朝聖遊的作者 Gary 你好 我是王冠豪 電影美食 曹俊的九姐 多多姐姐好 你聽得懂他的國語嗎 聽得懂 對 沒問題 我們說就是彭浩翔導演 這次推出新作《香港仔》 那光是從片我們就知道說是講是地名嘛 那還有就是可以代表著 生活在香港這邊土地上的香港人 可不可以請Gordon先幫我們介紹 《香港仔》的電影本事 《香港仔》這個片名 其實是要講的是香港人對不對 但是《香港仔》 其實在香港有一個地方是南區 最南區的地方有一個地方叫《香港仔》 那其實這部電影最主要的是說 人生啊 一生當中就是在吸氣 憋住 跟呼氣 這樣的反覆的呼吸的循環 然後這部電影的主 focus 在這些角色憋氣的過程 每個人看似風平浪靜 但是內心都有一塊 過不去的一個關卡 像是片中楊千華跟曾志偉 是演一對夫妻喔 十年前在一部電影叫 《坑前家族》裡頭他們是演 爸爸跟女兒 這一次馬上晉升為一個夫妻 那楊千華面對這個醫生的老公曾志偉 婚外情 然後他又對於他過去 媽媽好像不愛他 甚至他媽媽過世了 他寄了一個要燒給他媽媽的東西 竟然被退還回來 他一直覺得媽媽不愛他 所以這些童年的陰影 造成他有一些很大的一個困境 那曾志偉就是婚外情嘛 古天樂跟梁詠祺是一對 古天樂是一個補教界的天王 但是他一直覺得 我明明就娶了一個名模的太太 梁詠祺 為什麼我們生出的女兒 會樣子這麼不像我們 甚至有一些些的不是那麼漂亮 他就懷疑說當年 老婆是不是有背著我出軌 這件事情也梗在心裡面 那梁詠祺現在是以中年的身分 去演中年的角色 就是一個名模 但是他面臨的事業上的危機 然後他心裡面也梗住 對於女兒這件事情 然後影片也埋了一個秘密 他不能說 到後面才告訴你為什麼 然後他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困擾 包括吳孟達跟吳嘉莉這一段 也有自己的一個故事在裡頭 那我覺得彭奧祥這次 最想要講的東西就是說 你要懂得學會換氣 因為人生就不斷地反覆在呼吸的循環 那你換氣之後 你要秉持著一個自強不息的精神 就是港人的精神 給大家說人生不過是 就一個這樣的循環過程而已 要放鬆 然後學會用新的態度換氣 重新面對人生 我覺得是蠻有意思的 那講到港人的精神 當然一定要問Gary 就是從 就是請Gary 就是幫我們說一下 就是從你香港人的視角 有沒有特別感受到香港情懷 從香港在裡面 香港人我覺得和彭奧祥 之前的電影一樣 都有一些世界 都有一些香港人的情懷在裡面 還有一些特別是彭奧祥哪一代 我和他都是同一代 同一代 都有些會生女少的感覺 有些因為有些共同的 我們叫集體回憶在裡面 好像片中有些 那個由彭奧祥自己扮演的怪獸 怪獸 好像是郭子郎 變色龍 還有這個Star Wars 還有有些 有些片中的小女孩玩的蝶線 都是我們有一段時間 常常玩的遊戲 但是不用玩 不要玩太多這些 我覺得這 這些都是在他每一部電影 都可以有一點點 香港人的感情在裡面 特別是我們同一代 都可以看到一些部分 都會覺得回心微笑 有些感動 有些感受 不過我覺得 香港這部電影 這個其實我覺得 他最重心的想說的東西 就是生活 生活其實不只是香港人 他說說的東西 其實可以拍到全世界的人 因為他片開始他說這個夫妻 氣息忍住夫妻 這是這個片的重點 其實這也是人生的一個機會 生活的機會 因為每個人都會經過一個階段 叫我們轉動話叫尊簡位 尊簡位 就是你去到生活的一個情況 你可能有種感覺 就是不知何處何從 引頸 對 所以他片中有一個鏡頭 就是有一個 陸遇無敵地 是無敵地 那個他所表達的東西 我覺得是 無敵地在哪裡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那個個性 個性中 因為一個實際的環境 你是不能退 也不能遠地踏步 所以你只要向前走 向前走 去什麼目的地不重要 就覺得是個性 你學到什麼 得到了什麼 這是最重要的 對 那Gary剛剛說的 就是所有目的地的路牌 其實就是曾志偉 他每次就是在路上開車的時候 他就想說 如果是要去回家裡的話 就要走這條交流道 如果是要去情婦家的話 就要走這條交流道 為什麼會有一個牌子上面 是寫說所有目的地 人生根本就沒有辦法 一定是要做一個抉擇 沒有一條路是可以到 所有目的地 這意象是特別的 Gary其實也是我們的電影 朝聖的專家 可不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香港仔裡面 就是很重要的一些場景 他我想他的取景 他都挺有信心的 他就像之前的電影都一樣 他喜歡選擇一些比較 在香港是比較在地 比較生活化的場地 和有些場地是比較背後 有一些意義和歷史 好像 朝聖的第一幕就是這個 上港海防博物館 第一幕 楊千華在那邊抽煙的那一幕 對 這是之前是 這個是鯉魚門炮臺 是十九世紀 十九世紀的這個 香港的防禦種地 但是在抗疫戰爭一九十五年之後 就沒有用了 都是來做這個 那時候的英軍的訓練場地 都後來 英軍離開之後 就慢慢到 之後就發展成這個 博物館 那裡完全不錯 很多這些建設的保律 這是比較 上京的可能是比較代表 上港以前的歲月的一個上陣的意義 還有這個其他的場景 比如政治會住的地方 其實那裡也是 很多上港電影喜歡拍的 喜歡拍的地方 因為這個 那個地區會有灣仔 灣仔很特別 比較遠海的地方 是比較商業的區 購物區 但是比較近山的一邊 淚路一邊 就是比較文具的地方 那裡有比較多古蹟 好像這個 政治會住的地方叫西安街 有些長長的樓梯 都是一些很古老的樓梯 周圍的地方好像有去叫修華坊 還有一個叫船街 那裡就是不少電影拍攝的場地 比如這個 湯偉 張學友的《約門仙女戲》 《約門仙女戲》 還有許安娃德的 《約門仙女戲》 都是在那裡拍攝的 就是煎炒飯 上港的一些場景 還有其他的 比如這個華富串 華富串其實是上港 一個比較舊的公共屋村 這個都是電影裡面 無漫帶來的家庭 帶來的原居地 這個華富串可惜的地方 就是今年上港政府 沙丁要插到 所以如果要朝鮮的 就要趁捷一兩年 因為趁捷有兩間 比較也是比較舊的店 是挺好的 華富串 對 還有一個都值得提 就是蒙古攤 蒙古攤就是撇摩這個 撇尾 你是說最後大家去救那個鯨魚 這個鯨魚過錢的地方 金鯨魚 這個是在香港屯門最溪的地方 從那最溪 比較偏的 那裡有個重點 就是有個小山優 可以看這個 香港有個叫中華 把海豚的地方 那山優有個觀景臺 你可以看這個把海豚 可以看這個 白海豚 把海豚 對 還有這個開源的警示 最後一看這些就是美大腦 很多朋友看人電影 都會問我 知不知道片末 一家屯居的美大腦在哪裡 我都想知道在哪裡 所以我在微博問這個 潘河山導演 他很有勢很快地扶我 他說這個是位於這個大部 大部就是這個台河圈 和現在進來這個 香港上映一部電影紅瘟 都是同一個拍攝場地 他想說這個美大腦這個背景 有些很懷舊的報紙 不是正式有的 是他們的尾數 特意為這部電影 可能是援助一種懷舊的氣氛 都做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比較有趣的 真的 我覺得他是香港電影的朝聖達人 因為知首一真是他也是在去年的時候 我想要找盲探的場景 然後換金就在網路上敲了一個人 超厲害 他在他的部落格寫了很多很多的電影場景 甚至像香港仔還沒有上映的時候 他基本上看了一次在香港電影節的首映之後 他就把所有的場景都幾乎都找齊了 這本書其實整理得非常的好 尤其是你看到翻到後面的索 你可以發現就是有哪些港星 他曾經在哪些電影裡面 都已經一一幫你整理出來 還有就是香港的地貌也是會經過改變的 所以有一些的場景是已經失落了 再也找不回來 但是他就幫你做了一個很完事的記載 所以看他的電影會覺得 他不斷的在跟觀眾玩遊戲 甚至有時候會挑釁觀眾 戳一下觀眾都可以到點 然後我真的對他的四個字就是 人見人愛 見就是那個見 對 不用懷疑 因為他真的進到骨子裡 但是讓人家覺得 哇 你挖到了很多很真實的一面 對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